1月28日的晚上,针对孟佳新歌封面抄袭仪式,孟佳工作室发文道歉,表示工作室将布景方案提供给孟佳确认,因孟佳未见过原样张图片,故对该方案的创意表示了认可。 在拍摄时,团队工作人员知道该动作高度雷同样张,但并未提醒他相关风险,对此,工作室向创作原作品的相关人员表达歉意,会不遗余力沟通到对方,亲自向对方致歉,并商讨赔偿方案。 她的工作室表示,对她新歌封面涉及抄袭仪式感到抱歉,工作室将撤换该封面,重新进行创意,拍摄及设计,同时也要向她道歉,因为工作室的贪功,侥幸,懒惰,导致孟佳女士被推倒了风口浪尖上。 信中说道,工作室的一系列行为,严重伤害了大家的信任,给行业和社会做出了不良示范。 工作室声称,孟佳并不知情,对于相关负责人给予严惩,不管怎么样,也同时希望她的工作室方面能够加大审核力度,记住这次教训。